你見到的題目都跟那些很類似的 0.09克的水有多少粒原子 去計算吧,0.09克除18克 OK啦,對啦 黑除黑 雖然它沒有寫單位,我考試我不會扣分的 但是最後要對,0.005克 然後一個水裡面有三個原子 HHO,所以它成了三倍,對啦 第一題,簡單 那射英化學是甚麼? SIO2 記不記得怎麼畫? SI之後 如果有傻子好像二氧化碳那樣畫,那就慘了 二氧化碳是簡單分子結構 二氧化碳是真的這樣畫的 但是射英是巨型共鑑網狀結構 一個SIO4O,無共無盡 OK 那一樣,題目表 質量是,質量除摩爾質量 黑除黑 哎呀,我不知道為甚麼是60克 我不明白,為甚麼是60克 對呀,雖然原子質量 對呀,雖然原子質量 加上SI28.1 O是16加16 喂,小朋友應該60.1 小朋友 咦? 甚麼呀,28.1 16加16 可以,不要緊,一聽一點 哈哈 OK 然後,原子裏面有一個SI,兩個O 即是每一個最簡單的單位 所以乘三 對呀 OK嗎? 消酸鐵三 有多少粒梨子 鐵是三正 消酸筋梨子是一負 裡面加起來應該有四個梨子 一個正三個負 是嗎? OK 所以你質量除摩爾質量 摩爾質量加起來 加起來 加起來有點難度 就照加 鐵是55.8 那N有三個 14乘3 O有九個 因為NO3 整個有三個 即是O有九個 就是16乘9 加起來 241.8 質量除摩爾質量 嘩,這個數字很厲害 希望我做的 那最後 一摩爾有四摩爾原子 所以乘四的數目 要再乘一摩爾的數目 對呀 接著,第四題 9.62克的金有幾粒原子 金本身就是原子AU 不是AU2 又不是3 它是一粒粒 個型金屬結構 是嗎? 那你可以當作原子或者零子 加自由電子 OK 質量除摩爾質量 黑除黑 0.046 乘一摩爾 那麽多粒 對呀 2.77乘10的22次方 那麽多粒 小朋友 原子 原子 是嗎? 是呀 看題目也看錯了 原子 Next 酒精 那麽多粒酒精 室溫之下 氣化之後的體積是多少 那我們 首先計摩爾數也是 粒除粒 OK 2.89乘10幾23次方 那麽多粒 除一摩爾那麽多粒 計到0.48摩爾 接著 乘一摩爾24 一定是乘的 對 為什麽 一定是乘 就是那句 一單雞蛋8元 兩單雞蛋2.8元 三單雞蛋3.8元 四單雞蛋4.8元 一定是乘一摩爾 那個 那樣東西 是嗎? 所以乘了 搞定 第六題 9.6克的安氣 有幾重的 那我見到單位是升的 我千萬不要亂除 一定要除回升 那我看題目 是24星 而NH3 有一個數字是17的 17是什麽來的? 是質量 體積 是粒子數 是什麽 質量 17克 1摩爾17克 那怎麽來的 就是這個加起來 14加 1加1加1 就是17 那個是克來的 不是粒 不是1摩爾17粒 又不是17星 那麽所以我不可以除17的 要除24 因為單位相同才可以除 第考試寫完單位好嗎? 對 雖然我不可以扣你分 但是我的心會暗中說你差 說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符碌 OK 接著0.4摩爾乘回17克 6.8克 Next 這麽多粒奶原子有幾重 計摩爾數 粒除粒 0.6摩爾 考試不用答他 解釋錯了 到Next 幾重啊? 那奶氣1摩爾是20.2克 乘回1摩爾數 0.06 1.2 1.2 1.2克 OK 奶這裏 20.2 的摩爾 Next 第八題 STP之下 這麽多粒氧氣 體積是幾多 STP呢? 是0度 0度 體積是小一點的 1摩爾22.4 題目給你了 那我把粒除粒 千萬不要亂除 0.08 很多個0 兩個有後數字 最少 接著 乘回1摩爾22.4升 那計到0.0 1792升 對 Next 2.4升的安器有幾多粒氫原子 看清楚 我不是問你總原子 只是問氫而已 OK 那體積 2.4升除24升 1摩爾 0.1 H NH3 裏面有3個H 那N不用計的 題目問你H而已 乘3 OK 對 1.806乘10 2.23次科 最後一題 我要做 500毫升0.6m的氫氧化 要質量 要多少刻才能做到 即我們之前說釣鹽水 你的濃度 如果是真的0.6 我要做500毫升給你釣鹽水 那我 要計 OK 嘩 整堆數 對 那慢慢來 那如果你真的寫步習 寫一次給你看好嗎 對於陸法 濃度 0.6 等於X摩爾 除體積 500除1000 可以嗎 OK 所以 摩爾數 等於這個 0.6乘 500除1000 即是0.3摩爾 就像是0.2摩爾 陸法納的質量 就是摩爾數 1摩爾的質量 摩爾數0.3 乘1摩爾 NA23 Cool 35.5 這些可以不寫到不細緻 直接寫 最後答案都是17.5 那就兩步 看一看我外面 一會兒你只是遇到這些題目 不過你會把一碟丸做的 兩顆星星加三顆糖 不要說鼻屎 兩顆星星加星星糖加三顆圓形糖 加一個蛋糕餡餅 出了糖蛋糕 比例二、三、一 一顆星星糖八元 一顆圓形糖十元 一顆餡餅九十元 即是那個餅 OK 那現在我問你了 我四十八元 我買了星星 那我最後蛋糕出了幾個 介紹給我看 你這個六十元 你這個星星是每個兩顆九十元 我先看 我計數數數數 中文即是數數數 有幾個數數 來了 每個我都計數數數數 OK 星星四十八元 除一數數數數 八元 所以星星四十八元 可以買到六數星星的 有沒有東西問 來到這裡 很多人就這樣計錯了 他這樣計的 他說星星的打數 怎麼除呢 他說很簡單 四十八元 每打八元 但要乘二 然後我問 為甚麼你無端乘二 這裡有兩個 兩個就要乘二 接著就計到三打 慘了 錯了甚麼 他說不,這裡有一個二 你二嘛 你二 那二不就要兩個 兩個二不就要除 成日好除也好 他幾乘十二打 或幾乘三打 都是錯的 待會你都會計到類似的東西 很簡單 一打 你不要理他怎樣用 我做下一個蛋糕 可能我用九粒星星 用五粒星星 總之四十八元 買到幾個星星 四十八元 除每一打八元 二比三 除二乘三 九打 我去買餡餅的時候 我去買幾個打 二比一 六打九打 這個 三打 最後蛋糕做到三打 即是乘十二 三十六個 做完 有甚麼嗎 這樣來的 待會我們計一模一樣的數 不過這條變了尾 這個變了氧氣 如此類推 總之 不要理會這些數字 計摩爾數的時候 這些數字未用的 去到這裏用了 六打星星加三打 魚圈加三打蛋 這樣用的 自己想想 回頭不明白 想這個 一模一樣的概念 總之四十八個人 就是四十八除十二 四打 你分組的時候 人究竟兩個一組 三個一組 四個一組 都是四打人 好 來 不要說那麼多 OK 1.21克的尾條 浸到這麼多濃度的酸裡 A 酸最少要多少 B 氫氣放多少 甚麼都 第一件事一定是寫方程 方程寫不到 回家了 不用做的了 你看 我怎麼會 為這些一組都學過了 如果未學過的反應 他會給你方程 可以嗎 比例 這個叫做一 一個 酸兩個 兩個H 一個氫氣 可以嗎 方程寫了甚麼 OK 第一屆我們就是 題目給我們的資料 現在給的資料比較少 去到某些題目 給你四五六個資料 整堆數字的 每一個數字理論上都有用的 沒有用給你來做甚麼 對吧 這個1.215克 所以你做的時候 每一格對回那樣東西 不要歪來歪來歪來 傻仔 這格歪到這邊 那即是說哪樣東西呢 個氫是1.6M OK Next 就一定是計摩爾素 想都不用想 一定是計摩爾素的了 哪樣東西計到摩爾素 很明顯 尾計到摩爾素 因為我知道質量 除一摩爾素的質量 可以嗎 所以下面開個步驟 你的模式 1.215克 寫單位 除24.3克 按摩爾素 很多位置面升 好多位置面升 按摩爾 按摩爾 YES OK 難不難 做些錯的事給你看 好嗎 做些錯的事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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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每一比二嘛 一個人兩隻眼 那個人一比二十磅 那眼乘二便二百四十磅 明白為甚麼錯嗎 對 頭就是一比二十磅 到時 你現在懂得笑 到時是這樣做的 我們其實簡單說 摩爾是數目比例 而質量的比例 和數目比例 不可以相等的 一個人有一隻眼 一個人一個鼻 我一百二十磅 我鼻都不是一百二十磅 雖然比例一比一 數目上是一比一 質量上不會一比一 但是 如果那個人一百二十磅 例如眼睛零點八磅 那個頭 隨便吧 二十磅 那剩下的東西 就肯定是 加上一百二十 即是這裏就是99.2磅 聽不聽明白 因為我一百二十磅的東西 斬開幾多份 最後加上一百二十磅 這個質量 左邊一定會等於右邊 嗯 OK Next 自己計一下 OK 質量 隨便可以質量 接著可愛的小朋友 又說不懂 怎樣抄下來 數字 他整個數字 他整個數字 負零三 負零三 負零三便即是有三個零 可以嗎 三個零加少數點 接著這裏所有東西照抄 二零零 七一六八 四五九 那我真的看到有些人 真的這樣抄下來 五號 對呀 對呀 0.002便可以 201 201 201便即是二 可以了 接著摩爾素 0.002 隔離酸 乘2 1比2 乘2 0.004 接著那些全部0.002 可以了 題目 接著 輕六酸 問你最少的體積 有濃度 這條色我都不寫了 有摩爾素 隨體積V 計到V是多少 0.0.08 那即是80毫升 你喜歡 乘1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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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1千都不錯的 試試 問你的體積 不是問你的質量 等於摩爾素 乘1摩爾 24升 給了你的題目 OK 0.0 400 升 要射大米 最後不要射黑 喜歡的話 乘1千 不喜歡都沒有所謂 48毫升 可以 可以 有沒有東西問 新延宣 出什麼 養化身 新是2正 O是2負 比例1比1 數數目 平衡 是吧 啊 正啦 終於不是1了 前面是2了 A part A part 要出多少氧化身 B part B part 需要多少氧氣 體積 C part 需要多少空氣 可以 對於新 摩爾素 等於 則 除摩爾則 65.4 哇 很明顯 這條數 OK 要不要看 除2 要不要乘2 或者除2 這裡有個2 真的 我不明白 哈哈 我們剛剛講過 這些2 一會用來做摩爾比例 千萬不要乘2除2 可以嗎 48個人有多少氧 48除12有4氧 不是啊 我們兩個1組 兩個1組 關於什麼事 48個人就是4氧 你3個1組 5個1組 48個人都是4氧 不要硬 把2放進去分子墳墓 0.1摩爾 來到這裏 2就有用了 OK 2比1 氧氣更少 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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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2 來到這裏 這個數字就用了 因為這些數目比例 0.05了 那 氧化身 2比2 即1比1 又是出0點 10 摩爾 所以A part 它氧化身 質量 就等於摩爾數 乘回1摩爾 6.4加16 難道你答案答很多嗎 可以 好 我明白你說的 OK 你計有多少粒 我考試我不當你錯 我這條題目出得含糊 是啊 你又沒有說什麼 我答你有多少粒都可以 那你把這個數 乘回6.02乘10的23次方 答案是6.02乘10的22次方 那麼多粒 氧化身 你計多少粒 我當你 我答案 我題目出得含糊 是的 多少我回答幾多粒都可以 對 Yes 我計些錯誤給你看 有人會無緣無故把這裏乘2 然後你問他為什麼 他說這裏有2 這裏有2 這裏就要乘2 唉 對 你懂得說就行了 這個異用了 在這裏 可以嗎 千萬不要亂來 總之你和 記得我剛才說一句 48個人就是4搭 你說不是啊 2位1組 那又怎樣 48個人都是4搭 3位1組 都是4搭 關什麼事 那他1摩爾是這麼重 0.1摩爾就是8.14克 OK Next 氧氣 真題題目問你體積了 OK 所以氧氣體積 寫了體積兩個字 可以不可以 0.5成幾個 O是16加16 這個乘24 體積 對 對 對 你很傷 對 對 我對你 嗯 24是星來的 32是黑 題目說體積 體積 1.2 什麼 啊 沒有氣 OK Next 需要多少空氣 題目 給了你 空氣裏面有20%是氧氣 大概20 所以空氣體積 就是小學數 1.2 1.2和20%成縮 有興趣 方程不會寫就不用做 方程不會寫 因為你之前學過 分解 氧化銀分解 OK AG1正O為二乎AG2O 出了銀和氧氣 這個叫做1 這個叫做2 4個 對 題目給了你 8.113克 學我這樣每人格格 玩一個格格有點難 OK 接著是不是也算摩爾 對於這個摩爾數 等於質量 除1摩爾 那銀是107.9 乘2再加O是16 計算是280 3.8 是不是 千萬不要乘2除2 雖然這裡有兩個 說了 說了萬次不關 這個數目給你一會兒用 2比4比1 可以了 是不是0.035 YES 接著這個0.035 2比4 旁邊就是多點還是少點 多點 乘2就是0.070 這些不用寫步驟 乘2除2 都寫步驟 那這個除2 0.0175 全部是摩爾 可以嗎 可以嗎 我給你109 107.9 黑 按摩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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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3 或者寫7.56 5.3 都可以的 氧氣 他叫你計算體積 是不是 體積 OK 體積就是 0.0175 乘24 這單位是星 如果乘32 那個就是 黑 來的 多少克 0.42 做完 這題呢 題目給了你 這個 硝酸銅固 固體 一加二會出了 二有化銅 還有放兩隻氣體 那二有化銅呢 慢慢來 這個硝酸銅是什麽色的 嗯 固體來的 藍色的 那一藍色固體一燒 會出了黑色固體 還有放中式氣體 和無式氣體 是吧 那 題目給了你 質量5.625克 除回一摩爾 1887.5 你把 63.5加 2個14加 6個歐 0.03 2比2 所以這個都是0.03 2比4 乘大兩倍 0.06 2比1 除2 0.015 OK 那剛才OK 看到大家 好感動啊 不錯啊 終於掌握到 那跟著 題目問你 Apart出多少樣化銅 那 氧是16 和是63.5 那加起來 79.5 1摩爾一乘 就可以看到這個 2.385克 NO2 0.06 摩爾乘回1摩爾 24升 1.44 氧是0.15 乘回24 0.36 1 6 0.17 4 стал 0.3 2 0.7